最近的圈里喜讯不断 如今落了单的萨贝宁 也没有因为情商低落 反倒是在工作当中的异常活跃 在录制节目的间隙 小萨不仅变成了表情地 还和一些明星嘉宾叫起了板 难道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这是喧宾夺主的节奏吗 我斗胆在小哥面前唱一首小哥的歌 什么 萨贝宁要公开挑战齐情 小萨的歌声听着还不错 此后他一站歌喉的兴致就越来越高 一逮着空就忘我的唱个不停 单单是这样还不够 台上嘉宾在表演 坐在台下休息的萨贝宁也要掺和一下 跟着唱唱就算了 小萨你那表情也太投入了吧 当然咱们小萨工作起来还是相当认真的 就算是意外弄伤了脚 他也要主持拐杖坚持来录制 为了配合这个节目的励志的氛围 我把自己的腿打断了 为了调动观众和嘉宾的积极性 萨贝宁竟然拿自己开启了栓 刚才我从那个房间拄着拐杖走过来的时候 路上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只是我说 你看 你再淘气就这样 说完 萨贝宁就淘气地跳起 竟然萨贝宁总爱自嘲 那身为他的搭档 曾宝宜当然也要再添一刀 听说小萨 你知道我不在 就自残你知道吗 你只踢门说 你那宝宁那宝宁那踢的脚都受伤了 看来通宵达旦工作都能如此欢乐 大家也不用再担心小萨的心情了 选择新投入工作的萨贝宁 现在挺好的 行路再见 编辑报道 希望所有失忆的人都能够维持一个好的情绪状态